据美国真一报道 与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近日侵入美国电信系统 分析认为可能是与试图获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以及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竞选活动的数据有关 另外据微软披露 中共正加大对美国选举的干预力度 看中国记者就此采访了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 史上披露中共高层动向内幕的袁洪碧教授 袁教授您好 您认为中共干预美国大选的目的能达到吗 这是美国的2024年的这次总统大选 是中共外交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中共暴政为什么会如此关注美国的这次大选 而且在想方设法的按照他们的立场来影响美国大选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中共有一个基本的战略 那就是希望通过2024年的美国大选 再次造成美国社会分裂 族群撕裂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和社会局面 那么上一次美国大选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美国发生了冲击国会的事件 冲击国会事件爆发之后 显而易见对美国的社会的稳定 社会的团结都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那中共暴政就想利用这一次的美国大选 重新造成加剧美国这个社会分裂 美国族群的分裂 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分裂 而他们之所以要加强种种分裂的一个根本目的 就是希望削弱美国干预台湾海峡和亚太地区的政治能量和国家意志 然后对他们在2025到2027年发动台海战争 创造有利的国际政治条件 这就是中共暴政这次干涉美国大选的根本态度 现在可以说中共的外交部统战部 还有中共的外联部几乎动用了他所有的 长期在美国社会进行渗透的这个统战能量 想要达到他们的这个目的 那么现在想干预这个美国大选的这个国家 当然还有很多 最典型的还有这个比如说俄罗斯 还有就是伊朗 他们干预这个美国大选的各有各的这个国家利益的考虑 而中共暴政的不择一切手段来进行干预美国的这次大选 它的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我刚才说的那样一种效果 希望在大选之后啊 无论谁当选都再次发生美国社会的这个政治动荡 族群分裂的这个风潮 您认为川普当选或哈里斯当选对世界局势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2020年的9月份 习近平的这个军队智库呢 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办公室啊 提供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川普胜选之后啊 国际地缘政治大变动的这些预判 这是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啊 最近通报的 就是由啊 他们叫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我们应该把它恰如其分的称作是中共党卫军的联合参谋总部 国防大学和外交部啊 偷调专家组成了一个专门关注美国大选的智库 这个智库啊 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办公室提交了一份关于川普啊 如果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将带来的国际地缘政治变动的这么一份报告 习近平呢已经啊批示将这份报告要传达到集团军和省军区一级 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认为呢 习近平的这个举动啊 就说明中共高层呢 现在基本认定了 川普将赢得2024年的美国大选 而中共呢不得不面对啊 川普将再次成为美国总统的这样一个政治局面 还有的国内的一些良知人士也指出啊 这也正是习近平在今年的啊 也就是不久前的中共的国庆纪念招待酒会上啊 再度声称啊 要准备迎接风机浪高 甚至惊涛骇浪的找战的一个直接原因 那么这份军方智库的报告预判啊 川普一旦入主白宫 必定会引发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呢 首先聚焦于啊 俄乌战争 川普和共和党所主导的美国的政策呢 将啊通过大幅度的减弱军事 经济和外交援助的威胁来逼迫呢 乌克兰接受以土地换和平 来结束战争的这种方案 当然美国也会要求俄罗斯做出一定的妥协了 降低俄罗斯结束战争的要价 那么俄乌战争结束 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啊 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两国之间呢 存在着由敌对转化成盟友的现实的可能性 这是这份报告的一个预判了 这份报告呢 还指出啊 全面的改善 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在多年前呢 曾经是普京啊 和俄罗斯基本的一种外交追求 普京当年呢 不仅强烈的希望啊 俄罗斯加入欧盟 甚至一度呢 表达出啊 俄罗斯也可以加入北约的这种意向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呢 俄罗斯与德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以能源供需为纽带啊 已经得到全面的加强 当时与法国的关系呢 也顺利发展 匈牙利呢 这更成为俄罗斯的一个事实上的盟友了 中共军方的智库的这份报告认为啊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这个破裂 是美国和英国国际外交的一次胜利 美国的民主党政府啊 从奥巴马时期到拜登时期都追求呢 抓住时代所富裕的一次历史机遇 全面的削弱俄罗斯 使俄罗斯沦为啊 三流国家彻底的退出强国的俱乐部 那么美国的历届的民主党政府之所以啊 对俄罗斯关闭上了通向西方的大门 它既有呢 历史的因素在起作用 又有啊 现实的国际政治战略的考虑 在历史传统上呢 我们都知道啊 安格鲁萨克逊的政治哲学啊 最忌惮的便是啊 俄罗斯与日尔曼人高卢人结盟 形成统一的欧洲大陆的政治板块 那样一来呢 英国的影响力会被挤出欧洲大陆 这是一个历史传统的因素 另外呢 从21世纪啊 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角度考虑 美国的民主党政府呢 和英国认为啊 俄罗斯一旦与欧盟形成巩固的盟友关系 甚至加入欧盟 就会啊 出现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 美国和英联邦呢 在欧洲及全球的地位啊 和影响力都会因此受到极大的削弱 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欧战争爆发之前呢 有美国和英国所主导的北约 存在的价值呢 已经受到啊 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强烈的质疑 有的关键甚至认为啊 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不复存在之后 北约呢 也就变成了欧洲的盲场 可有可无 中共军中质构的这份报告认为啊 正是基于上述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国际政治的判断 美国的民主党政府和英国呢 还对俄罗斯采取排斥的态度 并大力支持啊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作战 通过俄乌战争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不仅成功的使欧盟驻国啊 而且再次啊 激活了北约 一度成人已经奄奄一息的这个北约啊 不仅满血复活啊 而且其成员国呢 也进一步得到扩充 那这就是这份报告啊 所举出的事实 但是呢 如果川普啊 代表的共和党 重新掌控美国的国家政策的制定权 欧洲的整个议员形势呢 可能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原因就在于啊 美国共和党对国际形势的观念 通民主党呢 有着重大的分歧 美国共和党的智库啊 显然接受了一个现实 那就是呢 全苏联瓦解之后 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心呢 就由欧洲转移到了亚太地区 转移到了台海和南海 因此呢 美国的共和党认为啊 应当对俄罗斯采取绥靖主义的政策 来进行拉拢 而不是排斥 美国也应当尽快从欧洲 从俄乌战争中脱身呢 把美国的主要精力和国家能量呢 转移到亚太地区 如果俄乌战争啊 能够依据川普和美国的方案来结束 那么俄乌战争结束的影响力呢 也会辐射到中东地区 伊朗以及所谓的抵抗之火 可能会受到进一步削弱 以色列呢 作为美国的盟友 会成为中东地区啊 更强势的存在 从而有利于啊 美国将力量从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 川普呢 是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的商人 不过呢 作为共和党的总统 川普当然会受到 美国共和党的国际政治的立场 所以啊 假设川普赢得了美国大选 在台湾问题上的时间呢 将不会站在中共这一边 不过这份中共军中智库的报告呢 也认为啊 即使川普胜选 即使川普成功的推动 结束俄乌战争 即使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啊 解冻荣兵 并发展成为啊 战略的盟友关系 那么所有这一系列的 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大的变化呢 都需要时间啊 不可能一处而就 这个过程呢 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才能最后完成 所以呢 这份报告就得出一个结论呢 就是中共中央军委所确定的 2025年到2027年的 解决台湾问题的 这个窗口期的判断呢 仍然有效 但是呢 应该强有力的呢 把握好这个窗口期 这份报告啊 因为它是一个电话 是一个语音传达的 这个我们得到的信息 所以中共军中智库的 这份报告呢 最后啊 他提出了三项建议来应对呢 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啊 可能造成的这个 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 第一项建议就是 加大力度 继续强化对俄罗斯的军事 和政治的支持 积极呢 促成朝鲜特种兵军团 进入俄罗斯 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 帮助俄军呢 击退 乌克兰军队 力争在美国大选之后啊 直到美国的新总统 就职之前使俄罗斯啊 获得更大的军事优势 增加俄罗斯呢 在停战谈判中 要价的筹码 这份报告啊 认为俄罗斯提出的 要价越高 那么达成停战协议啊 的可能性 便越降低 显然他就是不希望 这个俄战争 尽快结束嘛 从这份报告的 这个建议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前朝鲜派军队 进入俄罗斯作战 并不仅仅是什么 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协议 而是俄罗斯 朝鲜和中共暴政之间的 三方协议 我们此前已经得到信息嘛 朝鲜要派出的军队 不是什么 现在这个媒体 突边报道的什么 只有一万两千人 朝鲜在半年之前 就已经准备啊 派遣十万特种兵 进入俄罗斯作战 当然不会到 乌克兰的境内作战 但是他会在俄罗斯的境内作战 或者是他将在俄罗斯认为 是自己的宪法边界的 这个范畴之内作战 那么这十万朝鲜特种兵 他的装备 实际上都是用 中共暴政所提供的 朝鲜提供给 俄罗斯的几百万发炮弹 也都是朝鲜作为 中共的白手套 提供给俄罗斯的 炮弹的最终来源 就是来自于中共暴政 朝鲜那样一个乞丐国家 自己的这个生存 都处于艰难之中 他根本没有可能 大规模的对俄罗斯 进行军事援助 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朝鲜出兵俄罗斯的 这个背后的状况 那么这份报告提出的 第二项建议呢 就是进一步加强 对中东地区 所谓抵抗之湖的 军事和经济支持 经最大可能 使抵抗之湖 发挥将美国的军事力量 牵制在中东的效应 那么第三项建议呢 也是最关键的一项建议 就是要进一步加快 完备对台湾作战的军事准备 以及经济政治准备 要坚决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窗口期 我们都知道前澳大利亚的总理 陆克文 这个人曾经好像是以亲中共著称吧 但是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呢 叫做论习近平 却指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这本书中呢 陆克文为国际社会敲响了战争的警钟 陆克文认为呢 由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所决定 习近平的执政时期 中共对全球体系的威胁达到顶峰 同时呢 习近平执政时期 也是台湾问题啊 爆发战争风险最高的时期 那么我们结合前述中共军方智库 所提交的那份报告 以及陆克文在这本书中 关于台海战争的预警 我们可以再次感受到 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呢 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国际政治危机 如何促使战争的危机 转化成为啊 摧毁中共暴政和习近平独裁的时代机遇呢 这是所有啊 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 都应当认真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 或者说核心的政治问题 最近外界已经证实 朝鲜出兵加入俄乌战争 援助俄罗斯 您之前评论过 朝鲜是特种兵十万 而不是外界说的一万多 您认为朝鲜出兵 对俄乌战争有什么变数吗 因为现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基本现象 就是整个俄罗斯的这个 军队的作战的战术能力啊 是很低下的 而且呢 它兵源不足 朝鲜的军队啊 它的空军 海军 当然是极其落后的 但是它的陆军中啊 特种兵的 所占的比例啊 相当高 有一种消息 说是朝鲜陆军特种兵的比例呢 占到了三分之一 这是一种受过极其严酷的 作战训练的军队啊 所以十万朝鲜特种兵团啊 进入俄罗斯 至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啊 俄罗斯国内的这个安全 就是使乌克兰呢 很难反攻到俄罗斯境内 而且乌克兰已经反攻到俄罗斯境内的 这些部队呢 也可能被驱逐出去 如此一来呢 在这个俄乌战争的 双方的这个形势对比上呢 就会发生一些很显著的变化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